大家好 我是Packy王堅珮 歡迎大家收看《鐘女愛晚遊》 大家都習慣了我逢星期三和星期日會 post我的新影片 大家記得留意逢星期三星期日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和LIKE 最好多留言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我發覺最近的環境 很多人的心情都會被影響 除非你的能量是很高 其實我都覺得自己是算高的 但有時真的會不小心 有些時間會跌倒一些 還有會有少少不少 不知是甚麼原因 有少少怪怪的 之前分享過三個方法 可以很快速填補心裡的空虛洞洞 另外如果填補了 有些甚麼或是你心情不太好 有些甚麼香味聞了 你會覺得令你突然間很愉悅 或者開心 你有沒有想過 我現在歸納了四個香味 會令你嗅了一會兒 還會有開心的感覺 第一個 就是很多人起床都會嗅到 我都會嗅到 就是一些多士的味道 為甚麼呢 其實豆腐通常都是早上起床吃 例如茶餐廳 你會吃多士 又或者我的工人 工人姐姐 都會喜歡吃多士 那種焦焦的味道 亦是早晨的開始 其實那種開心的感覺是會給你 第二種味道就是咖啡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過自製磨咖啡 又或者去看南風沙廠 看到有人炒豆 其實種種有關咖啡的香味 無論咖啡有果味 或者是哪一類型的味道咖啡 那種煲咖啡的香氣 會令你很開心 即使你還未喝 或是你一邊喝一邊吻 那種咖啡因 一邊加起來 令你很開心 所以有些人有一天喝 都說過喝了三四杯 雖然我也沒那麼誇張 我都是喝一杯起兩杯子 不過就喜歡喝椒糖 或者Green Tea Latte等等 大家試一下 豆腐再加咖啡 是否真的會很開心 如果一個早上有這兩個配搭 再加一隻溫泉蛋 我想也是有營養 也挺興奮和開心 第三種味道 這個不是太健康 不過我也很喜歡 燒食物 原來BBQ這種香氣 會令人產生很愉快的感覺 不知道你們開車經過 或者坐巴士 經過一些郊區 如果有些郊野公園 有人在燒食物 都想 可不可以給我一條腸子吃 我不是想吃很多 或是你給我幾塊錢 你給雞翅 我就是很想吃 不是炭燒炭的味道 而是那種肉的香味 還有味道之外 就是要跟朋友一起集結 或者家人 你會很開心 一起去烤一下那樣、那樣 然後又想吃什麼,幫你刺 他又不會刺 其實是一個活動 所以這是第三種香味令你開心 大家都不要經常吃 因為這麼多肉不是那麼好 大家吃的時候,也可能用石子包或菜 還要平衡或喝多點還原水補回 第四種香味就是 這是郊外的草的味道 為什麼我會記得 我之前曾經經過 試過經過黃泥沖道 大約下午四點多的時候 馬場會灑水 以及收汽草 這麼香的 覺得很開心 為什麼呢? 香得來還令你呼吸很暢順 鼻子很通 所以我進去逛逛 也試過在裡面跑步 我發現那種負離子釋放 那種天然那種大自然的味道 令你真的很開心 那種感覺是回歸大自然 和大自然好像在一起 所以這種味道大家記住 不過不要晚上去 最好是早上 所以人們說走神穩 其實那是最新鮮的空氣 你沒理由去黃昏五六點 太陽也消失了 便會停止光合作用 那種草草滑草草 大家有沒有回以 這四種的味道 其實都容易嗅到的 於是我就想 其實如果你有一日公眾假期 那你這四個廚內都做齊了 包括你去帶點麵包 還有麵包 帶些麵包 約朋友們去郭區燒食 帶咖啡去煲 聞到草味 不會晚上去 燒飯3時多也好 外國很流行的 家庭聯盟 有咖啡香味 有燙多士 又可以燒飯 加上小腸夾麵包 聞著大自然的味道 四樣都有齊 大家也嘗嘗 快點讓別人嗅完這四種味道 謝謝